上台 下台 戏剧舞台的招商慕斯 台上 台下 表演艺术的慕起灯亮 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 表意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意启示录 在每一次的榜谈的来宾 我特别有一个非常想要榜文的质感 就是这个帅哥 音乐家 那么在台湾的很多场域 常常碰到他 非常帅气 才华就不得了 来 我们请台湾的第一演奏家 任仲 来 我们请任仲老师 跟华人地区的朋友来问安 各位华人地区的听众朋友 陈老师 大家好 任仲是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音乐家 为什么这样讲 我记得我曾经跟台医大跨议所的所长聊过 我说我如果有机会帮你们签签线 帮你们拉拉机位 陈老师 他不需要吧 他不需要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点自明清高的感觉 来 我们请任仲来讲一下 因为我知道你早年是从传统的国乐开始 我给你报告一下 我也拉过二胡 但是实在是那种课业 根本不可能学啊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学木管的这种笛杂 其实我就是台北市的音乐班小朋友出生的 那那个时候我主修钢琴 然后我读光人国小 那因为台北市音乐班他有一个 万大陆旁边 是是是 我常常经过 是 因为我家就住在万大陆 是是 对对对 那然后他们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都必须要选一样乐器当作复修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都还是以西约为主啊 那那个时候抽签的时候我都没抽到 最后只剩下小号跟笛子 你们还会这样子分 我们这样子分 然后就我就抽签抽抽抽抽 然后最后我就抽中了朱笛 所以从此就开启了我跟笛子的不解之缘 我在想哦 那笛子的话 那个时候是长笛呢 还是就是像我们城市的木笛或帮笛 那个时候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选的就是国乐器的帮笛 哦 所以你是等于是不得不去学的 对 是抽签抽中的 一学本来有兴趣了 而且比钢琴好像发展的更好 还是说钢琴也是很强 钢琴也很强手啦 当时 其实是因为台北市的这个音乐班竞争很强烈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考国中音乐班 所以老师们就建议我可以把主笛当作主修 因为他人数比较少 竞争会少会少一点 然后我找主修钢琴去当复修 也会占一点点便宜 所以是策略 那那时候学的时候 我在想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好像哎呀 我怎么要学笛 他说你也很任命的去学 小时候不会有这种想法 小时候就 爸妈让我学什么 我就去学什么 天啊 我们小时候要像你那么乖 今天程度就很大了 我们小时候可叛逆了 那那个时候学笛子 同才当中怎么去比较 或是一种良性竞争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的竞争 没有的 因为我是唯一一只主修笛子的学生 对我们班主修国乐的人才三四个 我们班有三十个人 主修国乐只有三四位而已 但是因为光人音乐班关系 所以其他西域的小朋友也都要选修一样国乐器 对所以那个时候 我等于是自己一个人主修笛子啦 所以没有没有竞争关系 那唯一有的竞争感就是在这个台北市的音乐比赛 比赛当中会有 对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女的这方面的才华 很好 我们也不用说谦虚 就你怎么都发现的 可能看到比赛成绩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吹得如何 那老师又怎么样 觉得这个人可召 可召之才呢 我小时候老师最常跟我爸妈讲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小孩音乐性很好 那老师每次想要骂我的时候都会说 你音乐性很好 但是你要多练情 让你的技术可以追得上 我跟你讲个笑话 我的老师啊 台湾有名的装置艺术家庄卜 我专科的时候 因为我们绣了一年的美术嘛 我们是学设计 所以将来不会走成艺术 他说你啊 聪明有余用功不足 确实我老师也这样讲说我 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够聪明 但是这个你不能只靠聪明嘛 尤其是我常常在我的节目访问音乐家 他们都最小时 你都会谈到肌肉记忆 对 肌肉记忆非常重要 尤其是钢琴跟笛子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方式 没错 你怎么样两边平衡的 我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有这种状况 比如说我今天练笛子练很长一段时间 我突然换到钢琴去 会不适应 会很不适应 因为那个一下子要转换嘛 对不对 对 因为那音乐上面的美学啊 还有你理解音乐方式跟诠释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还是需要一点转换的过程 是 对 不可能及时 但是还是可以很快 但是不可能马上就转了 应该这样讲 对 没错 那笛子我想老师吹的是这个木笛嘛 阻笛 阻笛嘛 阻笛就是说 我记得我在国乐的时候有什么帮笛啊 对不对 很不同的笛子 那笛也是属于这种竹子类类类的乐器 是 那笛子比较 音乐比较昂扬一些 那笛就比较沉一些 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吹笛 因为销其实它的入门比较困难 哦 这样子哦 没错 而且当时销这个乐器在台湾并不流行 在国乐圈也不流行 是后来因为国乐的技术有一支长足的发展嘛 所以到了大概高中大学的时候 我才开始吹销 你老师我也很熟 陈冬生老师 是 而且陈冬生老师也就是在南夜啊 他也规定大家都要吹销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乐器 执法一样吗 执法些微不同 就说你如果笛跟逍遥合在一起 学不会太难的事了 是不是这样讲 其实还是会 因为它其实就像笛子跟钢琴 它是完全不同的乐器 它一个直吹一个横吹 但是它的口风跟构造是不一样 我们那种欧洲的木笛呢 那是什么概念 直笛 木笛的话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吹嘴 然后你直接含住就有声音 但笛子跟逍遥 它其实是编冷乐器 它必须要透过气切到这个孔 去产生共鸣 所以它在找角度的时候会差很多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你在演奏当中 可能会上面的曲目跟下面的曲目 没有那个嘴心没对好 就会出问题 对 你就常常听到高音吹不上去 会不会去吹 那他今天不能吹 是他可能就某个角度 没有抓到的概念 是 像这个我知道我们这个疫情 老师也知道 疫情当中对很多音乐家的肺 都受到一些伤害 对 特别是你们这种需要用到很大的备活量 它觉得比钢琴家来的要辛苦一些 你们会怎么去克服 其实说到这个疫情过后 其实有几位老师 不管是管乐或者是西乐国乐 这个管乐老师他们在好转了以后 一开始吹乐器的时候 那个气都变很短 我自己也是 我会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很短 而且很容易喘 会不会觉得紧张 怎么会这样子 紧张一定有 可是就是音乐家都有一种不认输的 我这样讲 你看这个 就是说体能上绝对不像 没有发生疫情之前的那个身体状态 但是你要回不到以前 你就必须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努力 对 对吧 心路历程来讲的话 因为毕竟每个音乐家 他都有一些起伏 是 那老师怎么面对这个起伏 还是说女士都OK 在让头上面 我其实有一个转换期的一个 之前就是 我其实有一阵子是想要去 把钢琴当主秀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 OK 有一个转换期 因为其实多多少少 因为国乐他还是比较少数 冷门一些 所以有时候你还是会遭受一些异样的眼光 你觉得你对他的压力 是眼光的压力吗 对吧 确实 就好像主流上面 你怎么吹这种乐器的感觉 那种同侪的感觉 或者父子辈的感觉 是 但是而且我当初原本研究所 想要出国去读钢琴 结果我学校的一位老师 就是他建议我 因为他国外留学会来指挥的 他就建议我说 其实就是眼光放远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乐器 你假如之后真的有机会出国的话 他会是在国外 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国外的根本没有人修 或者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对 他们会更重视这件事情 就等于说同样的资源 钢琴小提琴 这些比较主流乐器 都分散掉了 是 那老师也得到很多大奖 然后也有些不同的 不管是出版品 或者做一些这种展现 那对老师来讲 每一次的演出 最享受的大概是什么过程 最享受的过程就是 你站在台上 然后把你所准备好的东西 呈现出来 然后跟现场观众 他给你的反馈 或者是跟乐团 一起搭配起来的 这个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我是 我都会在追求 可不可以就是百分百完美的演出 这件事情 那假如说大概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即便没有办法百分百 至少他在一个比例是上了 是因为音乐的追求 很难到达百分之百 每一天的情况不一样 我也跟老师报告一件好玩的事情 我曾经访问不同的音乐家 或表演艺术工作者 他说陈老师你知道 每一次上台都很紧张 再厉害的人 因为他不知道 每天状况不一样 吃了什么东西 或身体状态 或昨天晚上跟配偶 你才能够吵架 对不对 都有这种状况 那老师你每一次上台 你是如何调整自己演出的那种 应该讲那种心理状态 怎么去调整的 我觉得上台前 就真的要告诉自己 就是专注在当下 你专注在当下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 去摒除掉其他的杂念 然后在台上就好好的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演奏 这个是要把所有任何 可以影响你的事情 都抛出脑后 就是很专注 很专注 对然后不要再管什么功名利路了 对而且不要紧张 因为你还没有开始紧张 你也没有犯什么错 你就开始紧张 就会变成 未紧张而紧张 对放轻松 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也要知道 所谓不紧张 并不是说你的肌肉就是完全放松 所以你的那个心态是relax的 可是一吹起来该高昂该用力还是会有 对 那刚刚回到肌肉记忆这块 那老师你自己在 不管是从钢筋或从竹笛来挑食 我也知道你也介入了这个指挥 那指挥又是另外一个概念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 在台南艺术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修指挥课 然后当时是因为我想要接触一下不同乐器 所以我不止笛子钢琴 我那时候还复修过作曲跟大提琴这样子 那我就想试试看指挥是什么 可是后来我发现 虽然说老师觉得我可以试试看走指挥这条路 但是我发现只会很看重人格特质 你必须站在前面有领导同意的能力 你讲话跟你的气势必须要能带动团体 但我发现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独自工作的人 我站在乐团面前的时候 我可能在音乐上的处理是OK的 可是我对于在跟团员沟通这件事情上 我会有一些抗拒 你的意思是说你比较不是那种喜欢在台上去拍画 或者影响团队那种个性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个性会让你觉得 碰指挥可能会很辛苦的 就是我在学校有指挥过两场音乐会 然后我都发现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是不是处理人际关系不是你很擅长的 处理人际关系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台上我要把自己全心全意投入在 那一个指挥音乐而活的这种状态里面 在指挥上我比较没有办法 因为我反方跟一些好的指挥 他们都说 你也不能多当好人 是 可是你责备下去 那话就出来 那你又不能讲那么多好话 但是如果是讲得太重 这个东西拿捏不是那么容易 没错 大家都是有专业技术 那我也问了不少指挥 他说其实有人真的在里面混 他就觉得反正我是拿了个固定心 我不讲哪个单位 他说他们也听得出来 就是你没有尽力 那有些人可能很善于表现 但是你又不能 因为指挥他是乐团是需要合作的 你不能太突出 你不是独唱家独奏家 你不能突出到你跟乐团不和谐 所以我在想说老师是不是觉得 碰碰这些事情很烦 不是你很喜欢碰的东西 对 我比较不喜欢处理这些事情 要得罪人也不好 可是在这个一个团队 当然就是他不同面向 当然我因为做节目这么多年来 我听了不少民传 或者一些民指挥的指挥 我就觉得说其实指挥真的很不容易 确实 你不要看他那个手在动 前不久专门征老师邀请我 成了他们2024年的夏琳寅 我说老师我也会指挥 夏琳寅会 他说你要报名 我说我那个老的 他说那我想 他说你可以到音乐厅指挥 他们都要去北一大多学习成果八部 我考虑考虑 他说可能的话你就来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跟你们这些音乐家朋友 交朋友或参访 其实我对他的喜悦跟收获 就是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不管是兄弟姐妹 师长或同才或者后进 我可以看到你们的人生的 另外一种不同面向 对做节目的我而言 它是一种学习跟这种激励 另外就是说我在想说 同样是这个足笛这些笛的吹咒 还是有分乐器的好坏吧 当然当然 乐器的好坏 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的乐器 几乎都还是在大陆制作的 为什么 因为 所以它的足子比较好吗 因为国乐它本来就是 就是大陆传过来的乐种 所以其实台湾在做足笛的这个 非常少 工艺比较弱 工艺比较弱 而且是专业的大概两三家 一两家而已 就这么少 那可是在大陆这个统领桥这边 它就是整个 通通都是在做足笛 等于说全世界 懂行情的都会买它的笛子 可以这样 对都会在那边 它名家有很多 而且现在名家也 因为大陆的市场也大 所以它这个需求也大 所以老师 你自己在选择的笛子 你确定 确实知道这个不对 他们做的真的好 是不是这样 确实 确实 也是竹子不是吗 还是有差 有 竹子它有风干的年份有多少 然后它如何 产地什么都有 产地然后它怎么样挖 然后它的恐惧 大小等等 以前没有那么多机械化 他们怎么做 都手工作 手工作 现在呢 现在很多都机械 现在几乎都机械 但是比较高阶的都还是会手工 就比较像日本的那种 艺匠那种技师一样 是 那老师你应该也选过不少笛子 对那你会觉得 你现在有没有那个 你的那种必杀技 只要你推这个笛子 觉得 会觉得很easy 这种 有没有这种乐器 在你身边 我觉得笛子 比较奇妙的是 就是比如说每一个年代 喜欢的音色 或者是吹出来的感觉 每个年代不太一样 所以呢 每个年代 大概都会有一两个 名家的笛子 在当时是很红的 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会 比如说 你拿以前的这个年代的笛子 出来吹的时候 听得出来的行家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声音比较像 大概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喜欢的声音 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还是会有 有没有像我们 比方讲大笛子 小笛子 他们说那个琴 都有生命 我意思是说 比方说你们的大师 他可能 他的儿子并没有 成绩这个行业 他给他的学生 这种传下来的有没有 笛子比较没有 不像大笛子 那种概念 我觉得跟大笛子 跟小笛子来相比的话 笛子比较像小好评 我了解 我了解 他不会增值 他不会增值 而且他会随着时间 开始比如说裂掉 或者是他受潮 等等的 他很容易受到 自然环境的关系 而让声音变直 那像西方的这种直笛 也是属于 也是属于组织做的吗 西方直笛 就我所知 好像是木头做的 声音会比较不一样 比较脆 更脆 更脆 对而且比较漂亮 像笛子也有木笛 曾经有一段时间 流行过木笛 他的声音就会变得比较扎实 然后比较亮 可是当你在吹比较委婉的东西的时候 他比较难表现 因为他的密度比较实在 密度比较细 当然跟我们讲的质地细胞 因为竹子还有很多孔 放大开很多孔 当然也会 他会吸一些水气 你们如何保持这样的乐器 他虽然不大 随时可以带走 不像你要学double bass就很幸福 对没错 好像都跟大行李箱一样 你们怎么保护这个乐器 在家里就是 就是会放出事机 比较放出事机 对然后通常演奏完以后 不会立刻把它放到袋子里 因为你会吹水器在里面 让它散掉 对要一定要让它散掉 你们需要用那个布局通吗 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用布局 因为其实笛子它整根 它中间有一个软木塞 它是没有办法通的 它是堵住的 这样才会有声音 可以稍微轻一下 但是我觉得 意义不是那么大 意义不是那么大 不像那个长笛 你要把水甩干什么的 对因为长笛它是金属材质 而且它有器官 对 它有器官 你看这个完全靠手 是 所以听闻没有 你看我们还是要懂点专业 很专业 这个手指 像我最近有手指按这个mouse的问题 就是说你平常怎么让你的手指的气候 是更顺畅的 就是要练琴 不断练习 不断练习 你自己平常有没有做一些特殊的运动的 手指运动吗 没有 但是会按摩 你比较喜欢让全身放松 泡温泉之类的 对 好像这个也是必要的 泡温泉 我通常 我很喜欢运动 运动对我们学乐器也是好事 好事 因为你的协调性也会比较好 对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访问到亚洲 台湾地区 这个算是非常 我是想访问到 行男 我想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他这样 我早就红了 行男的人 我们看有没有机会 我们在第二第三次的节目 来跟他谈一些更不同面向 如果说他有些出版品 我们有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我们要跟老师再说再见 下次在我们的节目再会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